好了 情话少说了啊 咱们继续往下讲了 第26章 我把咱们那个学习跳那部分呢 给大家做了一下改动 改动的原因呢 就是有很多同学在提前学这阶段 你自己找不到重点 你不知道你应该干啥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在现在这阶段 对于本章你应该掌握哪些内容 26章企业合并 首先从分值分布上来看 每年都有20分左右 这个呢 是结合着后面合并财务报表 一起去统计的 它是属于一个绝对重点内容 那么如果你是在先学班阶段的话 你需要掌握啥呢 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去区分 什么叫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什么叫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在你们教材的519页 519 第二个 也是本章最为最为重点的一个内容 就是企业合并中所涉及到 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 前面我在讲集中工具的时候就好多同学在问 会有对价是啥 我说你别着急 我后面肯定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那个同学啊 你现在还在不在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 或有对价啊 应该如何去进行会计处理 在集中工具当中提了一嘴 但是没有细说 从考试方向上来看 看见没 就落脚到会有对价应当如何去进行会计处理 跨章复习 它可以结合着长头 金融工具 合并材贸报表等内容进行综合考察 我们来看第一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呢 它也是偏向于理论的 包括什么 对于业务的识别等等 这些呢 我在本轮不给大家去讲 因为这些太理论性的东西 我现在给你说了 你也记不住 到考试的时候呢 它可考性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把这些还难啃的骨头交给中哥了 你们明年可以听他给你们去叨咕叨咕 但我说了这一块啊 不太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什么叫做企业合并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企业合并 看好 它呢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主体 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合并哈 这种行为和你们可能战略上 也会学到一些合并呀 并购什么的 它又有一点点的区别 我们目前在会计当中所说到的企业合并 一定都是说什么呢 是报告和报告之间的合并 嗯 报告和报告之间的合并 当然如果你想要编制合并槽报告的话 实际上在你在业务方面 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并购的行为在里面 你只需要知道它是报告和报告 就合并为有两个会计主体 合并为一个会计主体去进行核算 这种行为呢叫企业合并 那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合并的方式 这些方式在前面讲长头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多多少少提过 首先第一个叫控股合并 控股合并是接下来你需要掌握的重点 啥叫控股合并呢 就是甲公司买了A公司的股权 但是甲和A 他们两个依然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两个呢 还是作为单独的法律主体 在经营存在着 所以最后 由于你们两个存在着股权关系 在编制 合并 在编制报表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甲公司和A公司 看成是一个主体 去编制合并财务报告 这样呢对外所披露出去的信息 是更加真实可靠 更有利于投资者 对于你整个甲集团来进行投资决策的 这是控股合并 第二个呢 叫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是吞大鱼吃小鱼 甲公司买了A公司的股权 把A公司买完之后 A公司就没了 市场上只存在着甲公司这么一个主体 只存在他这一个单独主体存在 所以前面咱们看到商与简直的要题 你就会发现了 如果是吸收合并的话 最后只剩下一个会计主体 一个法律主体 所以他不会随到合并财报本的编制的问题 所以他做的是账务处理 这是第二个吸收合并 第三个呢 是新社合并 前面我也给大家提到了 比如说 我是一个豆浆机场 豆浆机企业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大豆企业 他们两个去合并成为一家豆浆企业 可能叫甲A豆浆企业 这叫新社合并 新社合并呢 是原来两个主体都不复存在 成为了一个新的会计主体 和新的法人主体 这叫新社合并 后面两种合并哈 就是新社以及吸收合并 这都不是在合并草报本当中 我们要去考虑的 我们主要的重心是要放到控股合并里 嗯 控股合并 那接着我们来看 企业合并类型的划分 这块呢 也是在前面讲长头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了 在你们书上 520页 520页 企业合并的类型呢 就后面咱们落到做题上 一定是通过这两个角度去分析的 也就是说题干一般都会问你 咱俩之间所形成的 究竟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呢 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就是我前面给你们讲的 买卖我的那个例子 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他强调的是参与合并的企业 在合并前和合并之后 均能够受到一方 或者是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而且该控制呢 是并非暂时性的 这里面的并非暂时性要求是在一年以上 首先是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 去进行共同控制 然后呢 控制的时长是非暂时性的 这第一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从考试上来看 它是一个绝对的重点 大多数我们考试所立足的背景 都是非同控 它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 在合并前后 不受同一同一方 或者是相同的多方 最终控制的合并交易 也就是同控以外的其他企业合并 一般来说哈 从同控下 你在读题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 集团内 购买集团内的某一家公司 它的股权 或者是呢 从 或者是某公司和某公司 是具有 关联方关系的 具有关联方关系 这是同控 看到这种字眼哈 你就想到 它们形成的应该是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非同控呢 就是和它反过来 不在同一集团内部 或者是呢 不具备关联方关系 就是咱俩啥亲戚没有 八竿子打不着 咱俩买卖成功 进行这种股权交易哈 就是这个 然后接着我们直接进入到考点二 在你们教材当中的521页 就纯理论性的问题 我不给大家去讲了 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消化不了 吸收不了 所以我们直接看干货哈 那些纯理论性的问题呢 一般都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考察 而后面我要给大家去讲的 都是主关题当中 常见的考点 第二个考点呢 是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先看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呢 前面已经说了 是在合并前和合并后 受同一方或者是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且控制并非暂时性 第一个 能够参与对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 均实施最终控制的一方 通常是几日集团内的母公司 企业集团内的公司 我们呢也管他叫最终控制方 最终控制方 还记得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头 他的成本怎么去确定吗 那句话哈得会说 别忘了 叫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当中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 所以一定是站在最终控制方的角度来看的 第一点 第二点 能够对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 均实施最终控制的相同多方 它是指呢 根据合同或者是协议的约定 拥有最终决定参与合并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投资者群体 一般来说就是多家公司 然后呢 他们签订了一个一致行动协议 比如说有甲 有乙有饼 他们三个人说了 投资A公司 以后A公司有大事小情进行决议的时候 咱们三个呢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举手你们也举手 我放弃呢你也放弃 我不举手你也不举手 这叫一致行动 这叫相同多方实施控制 第三个是实施控制的时间性要求 它是指参与合并各方 在合并前后较长时间内为最终控制方所控制 一定还是站在最终控制方的角度 具体呢是指在企业合并之前 参与合并的各方 在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 一般在一年以上 合并之前有一年以上 等到合并之后呢 所形成的报告主体 在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 也应该达到一年以上 不能说 比如说哈 甲原来有A公司和B公司 两家企业 两家子公司 当时呢 甲对A和B 它的控制 时长都已经超过了一年以上了 后来有一天 A公司心血来潮了 把B公司给买过来了 此时 甲对B公司丧失控制权 那甲 这个A哈 把B买过来之后 他可能买过来三个月之后 就把它给处置了 这种情况下 所形成的企业合并 他不叫同一控制价的企业合并 一定强调是 合并前和合并后 时长都要超过一年级以上 当然我刚才 后面所说的这种呢 一般考试当中是不会出现的 他可能买过来 直接就作为一个 金融工具去进行核算了 第四个 企业之间的合并 是否属于同一控制价的企业合并 应当综合构成企业合并交易的 各方面情况 按照实质终于刑事原则来进行判断 后面有一句话 你需要关注 这句话呢 在你们后面学到财务报告那张 关联方也会看到 也就是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间 所发生的合并 不应仅仅因为参与企业合并 各方在合并前后 均受国家控制 而将其作为同一控制价的企业合并 这个应该是属于咱们中国 还比较特色比较特有的 因为咱们中国呢比较多的就是这种国有企业 那国有企业一般呢 它的这个控股权 可能都是在国家那里面 或者是国家所委派的这种国资委 在进行管理 包括他那些高管呀都是国资委去进行委派的 所以看好 如果你们只是同受国家去进行控制的话 咱们两个之间再进行这种股权交易 它也不是属于同一控制价的企业合并 啥意思呢 比如说啊 咱们中国 我比较熟悉的 一个呢叫中铁 一个呢叫中建 他们两个可能都受到某地的国资委去进行控制 那假如说有一天 他们两个之间的某一家子公司去进行股权交易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 他们两个是不属于同一控制价的企业合并的 了解 国企央企 那如果是非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呢 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他是指除了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之外的 其他企业合并 不具有关联方关系 不是在同一集团内部所发生的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因为他后面编合并曹报表比较复杂 所以他考的频率呢比较高 我们来看一下26-1和26-2 这两个呢完全是对理论的考察 就是让大家去识别一下 是否形成控制 以及呢这个控制究竟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这两题实际上很直观哈 很直观 我们来看 他说假公司呢 为某省国资委所控制的国有企业 2013年10月 因该省国资委系统出于整合同类业务的需要 由假公司通过定向发行其普通股的方式 给乙公司的部分股东 取得对乙公司控制权 该项交易前 乙公司的股权 由该省国资委下属丙公司 丙投资公司持有 并控制 双方签订了协议 记住就两方 一个是假 一个是乙 第一个 以2013年9月30号为评估基准日 根据独立的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的乙公司全部股权的股价价值是4.02亿 元为基础 确定假公司应当支付的对价 第二个 假公司普通股坐价是5元美股 该项交易中假向丙投资单位 发行3700万股 本公司普通股 取得乙公司46%的股权 啥意思呢 假给他原来的股东 乙公司原来的股东 丙定向发行普通股 从丙的手里拿到乙公司的股权 一旦假把乙的股权拿过来之后 假呢 持有了乙公司46%的股权 并对于丧失了控制权 假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定向发行的3700万股 向丙投资公司发行之后 即有权力调整和更换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该事项不受本次交易中股东名册变更 即乙公司有关工商注册变更的影响 2013年12月10号 假公司向丙公司定向发行了3700万股 并于当日对乙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改选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哈 你现在先不用去考虑别的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从上面给你们读出来这些资料来看 我问你 购买日或者是合并日应该是哪一天 购买日或者是合并日是哪一天 哪一天 应该是2013年12月10号 因为这一天呢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进行了董事会改组 有权利去派出代表了 而且这个代表是具有实质性的表决权的 这是前面的指点 那接下来让你去判断 它形成的是同控还是非同控啊 那你看呗 就这三方 假 丙和乙 丙呢 是乙公司原来的股东 但是从提干 我再给你们表述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除了有一个同寿当地国资委控制之外 他们没有任何的其他关联方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持股关系 所以形成了什么 非同控 非同控 之前在考试当中是很多情况啊 都会先让你去判断 它形成的是同控还是非同控啊 这两年考的比较少了 四尔解析 自己课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26-2 26-2 还有同学说怎么能有权益法核算呢 来看典力研习26-2 假公司2014年2月通过公开市场 购入了乙公司600万股股票 占有乙公司公开发行在外的股份的2% 该部分股份取得以后 假公司将其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2015年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以下协议 假和乙 第一个 假公司向乙公司捐赠其持有的三家公司股权 该三家公司均为假公司100%拥有 按照双方确定的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0号 全部三项股权的评估价值是6万5千万元 第二 双方应于2015年7月31日之前 办妥上述三家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 第三 乙公司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 向假公司发行股份16250万股 它就相当于双方是互相持股的这样一个状态 2015年8月10号 乙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 向假公司发行16250万股本公司股票 该股份发行之后 假公司向乙公司董事会派出4名成员 一共是由7个人组成 日常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决定 所有董事会表决事项均需半数以上 董事同意方可表决通过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是36.43% 除假公司所持股份之外 乙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 都在这儿呢 那就告诉你了 看好 我假公司呢 是持有我36.43%的 其他股东加到一起 合计是另外的那些股权 但是你会发现 其他的这些股东 没有一个股东是能够超过我所持的表决权的 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问的 为啥46%就能形成控制的呢 我告诉你 在新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下 在新的企业合并准则下 我去判断我对你的影响程度 是看我的股权比例吗 我有些时候我可能持有你百分之百 我也形成不了控制 但有些时候我可能只持有你百分之二十 但我照样可以控制你 我要看啥 不仅要看钱 我还要看人 前面是不是告诉你了 我派出了相应的股东了 我对他进行改组了 所以我能够控制你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只持有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三 但是我相对于其他股东来讲 我拥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通过我前面提 没有提到任何的像什么关联方呀 或者是互相持有股权呀 这种情况 或者是发生在同一集团内 所以此时他依然是作为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 非同控 这小题他会比较绕 那你说在考试的时候 他会不会给你这么一个大的自然断 让你去判断 说我们两个之间形成的是同控呀 还是非同控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反正你就记住找两个关键词 要么看是否发生在同一集团内部 要么呢 是看看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这两个题呢 就拿一个 就是平时没啥事 睡不着觉的时候 可以多看看啊 看看就行 去让你去判断是属于同控还是非同控 有可能会在这个选择题当中出现 但更多呢 都是作为主观题当中的第一问 先让你去识别 他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然后呢 再考你相关的会计处理 好了 来吧 吃挂 我今天啊 在选这个图的时候 我感觉 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开心在哪呢 就是我这个图能动 不知道你们那边能不能动哈 反正我这边能动的 我告诉你 去判断关联方 不是看你们有没有发生交易 而是看你们之间有没有股权关系 你可以去理一理 他是相当于把我的这些子公司拿过去了 作为一个我投资的一个标的 然后给你了 但实际上你们在形成这项投资行为之前 你们没有发生任何的投资行为 你们找不到一个最终控制方 相同的一个最终控制方 所以他是非同控 好了不 吃瓜 为什么要给你们放两个瓜呢 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学这块会很难受的 好多同学哈 在没学之前就觉得 哎呀合并太难了 我听了好几遍了 但我说实话哈 我学合并的时候 我真的要觉得要比学新准则要简单的多 所以呢 为了避免你们犯困 然后呢 也是和后面我要讲的内容相关 所以给你们吃两个瓜 考试的时候一般他会让你去分析 但分析你只需要达出关键词就行 我到后面还会告诉你们这块的题咋答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回来看瓜行不 看瓜啊 看瓜 啥瓜呢 经典的对赌案例 这些对赌 如果你是做实物的话 你可能会听过这两个词 但是你没有去深究过它 这个对赌呢 相当于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但它又不等于赌博 赌博呢 它是有很多的那种 这个非法的色彩在里面 但对赌呢 它大 大多数情形下啊 它是属于合法的 而且呢 是为了促进这个企业更好的发展 而出现了这样一个对赌案例 其实 之前呢 是在境外比较多 目前 我们国家也是在逐步的引入这种形式 出现这种对赌的情况 然后呢 让购买方那边 或者是被购买购买方那边呢 在形成合并之后 它能够更好的去经营下去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挑几个 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企业 他们在进行并购的时候 所发生的一些对赌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是猛牛 猛牛呢 它是作为融资方 向谁去进融资呢 就是摩根士丹利 等三家国际投资机构 这个呢 时间比较久了 是在2003年 快20年了 主要内容 看好 2003年到2006年 如果猛牛的业绩 复合增长率是低于50%的 至于这复合增长率是怎么求啊 你们财管会告诉你们 当然你们也没有这个增长率 它可能会什么利润呀 净资产呀等等 这些增长率放到一起 再进行加权 算出来一个复合增长率 如果是低于50%的话 那相当于你这个猛牛 经营不好吗 此时 以牛根生为首的猛牛管理层 要向外资方赔偿 7800万股猛牛的股票 给股票 或者呢 是以等值的现金为代价 去进行支付 那就看一下 未来你企业的 这个股票的价值是多少呗 反之 就是人家复合增长率 已经超过了50% 外方呢 将对猛牛股票赠予 以牛根生为首的猛牛管理团队 所以你会发现哈 他们在对赌 对赌的是啥呢 是看一下猛牛未来 它的复合增长率是什么样的 如果好 那好了 我呢 如果哈 猛牛这边经营的好 那这个时候摩根士丹利 这边会给你多拿钱 如果你要经营的不好呢 此时牛根生 他们就要给我赔钱 这就是一个对赌嘛 就要看一下你未来 猛牛经营的业绩是什么样的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已经完成了 而且猛牛的高管 是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的股票 很好吧 看好了 这是2003年的案例哈 我不知道它啥时候破产的 一到吃瓜的时候 你们又可精神了 懂得比我都多 来 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追剧哈 除了追咱们筑块的会计的剧 筑块这六颗的剧 现在标火的呢 就是由近东他们在主演的叫突围 突围呢 我看了哈 看了一部分 然后呢 那个电视剧实际上就是以华润集团为背景的 这华润集团呢 他曾经也签订过这种对赌协议 他是和谁去对赌呢 也是摩根士丹利 还有一个叫瑞士信贷 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现在哈 就是2008年 主要内容是两家投行将分别以现金4.5486亿元港币 认购1.33亿华润这个励志 增发股票 合同有效期呢 是5年如果合约被持有到期且华润立志最终股价高于参考价3.42亿港元 华润集团将向两家投行分别去收取差价 那就相当于是华润盈利了呗 那么华润盈利人家那边投资方那边需要再给他多拿钱 如果届时股价是低于3.42亿港元的话 那么两家投行就会各自收到一笔付款 谁给的呢 就是华润要赔给人家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这两家公司 给他钱 然后从目前来看 按照一个比较坏的打算啊 华润可能亏损是9亿港元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切切实实的一个数据了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在2019年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对赌的 比如说这个居然之家 他呢也是通过这个反向购买 也就是借客上市 上市了 上市完之后呢 他也是和人家那个投资方那边签订了一个对赌协议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数据啊 好像这个业绩也是岌岌可危 他完成不了 所以通过这些案例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就是对赌 他一定强调的是双方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但是博弈博的是啥呢 有可能是这家公司的股价 也有可能是这家公司未来经营的利润 也有可能的是这家公司 他所增长的一些增长率啊 或者什么的 那你就看一下双方究竟是对谁有利 至于这些案例 你吃瓜吃到现在就行 你接下来需要掌握的是啥呢 就是如果在企业合并过程当中涉及到了这种对赌条款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货有对价 你作为会计人员应该如何去进行核算 嗯 进行核算 来 看一下 理论 如果企业合并涉及到了货有对价 那我们先来看同控 同控你就想好了 他呢没有购买 没有交易 没有供应价值 他呢也不会出现差额 即使有差额 你也不能够影响损益 这是他的一个最根的最根的逻辑 那么如果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过程当中所产生了会有对价 看好 同控企业合并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 或有事项的规定 判断是否应就会有对价 确认预计负债 或者是确认资产 以及应该确认的金额 所以看好 他应该执行的准则呢 是或有事项准则 如果是确认预计负债 或者是资产的 该预计负债或者是资产的金额 与后续会有对价结算金额的差额 是不能影响当期损益的 而应当调整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不足充减的 要去调留存收益 这啥意思 理论哈 你先放这 我给你们呢 举个例子 让你们更加清楚的去知道 他说的是啥 比如说现在甲公司一共是有两家子公司 分别是A和B 甲一共有两家子公司 一个是A一个是B 然后呢 A公司已经基于B公司很久了 他觉得我老是跟B平行 我不太得劲 我怎么办呢 我要把B给他买过来 所以A取得了B公司的控制权 甲公司对B公司丧失了控制权 当时呢 甲A在去买B的时候 甲定所付出的对价是1000万元 这1000万 甲定就是他的合并成本 就是基于哈 那个最终控制发生净资产 那个账面价值 份额所确定出来 就是1000万 除此之外 还干嘛呢 他跟他的母公司 就是A和甲 他们两个签订了一份协议 说啥 如果B公司未来 他的净利润 超过了 1100万吧 100万元 那么此时 A公司还需要 还需要哈 额外向甲公司支付 50万元 看好 对赌 他协议的内容 对赌的是啥呢 是看 B公司 他未来的净利润 有没有超过100万块钱 如果超过了的话 此时 A公司还需要 再额外给甲公司 也就是他原来的母公司 50万 此时就会形成一个 对赌条款嘛 未来的一个货有对价 那么就这50万 我应该怎么去进行确定 看好 最开始甲定A去买B的当天 2021年的11月22号 就在这一天 他去买的时候 经过合理预计 发现B公司 未来他的业绩是可观的 他肯定是能够实现 这100万利润的 所以甲和A 他们在做交易 A公司再去确定 他长头的成本的时候 就应该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 他是实实在在花的钱 1000万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 就是未来他可能会去支付的 50万块钱 所以此时 如果参货进去了 货有对价的话 A再去买B 应该编制的快捷分路 就应该是 借记 长头 多少呢 1050 代记 真金白银拿出去的 银行穷款 1000 然后呢 再代记 一个预计负债 这是未来他可能要去支付的 50 因为现在你只是去估计 他未来的利润究竟能不能实现100 你不知道 你只是站在当前的角度上 觉得他很可能会实现 所以你确认了预计负债50万 执行的是货有事项准则 满足很可能 金额可能 金额可靠确定 限制义务 所以你就进行确认 等到后面 12月31号 B公司经过了一年的发展 一年的经营 发现了最终他所实现的利润 并没有达到100万 他可能只实现了80万 我现在想问问你 如果B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 只有80万块钱的话 A公司还需不需要额外去支付 这50万块钱了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因为当时咱们的对赌条款 一定是在净利润超过100万 之上 他才需要再额外支付 这个50万块钱 所以现在他不需要去支付了 那不需要去支付的话 我怎么办呀 就意味着我当时确认多了呗 我应该把预计负债给他冲了 冲了50 那我大一方应该带谁呀 我能不能带一个损益类的科目 不行 我能不能去冲长头 也不行 中间的差额我要确认 资本公计 资本公计 所以看好哈 这两个他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在你初始确认的时候 初始确认的时候 第二个时间点呢 是在你最后 结算的时候 最后结算的时候 格局同学啊 我告诉你了 我刚才在说那1000万 我就假定了你花的这个钱和你净资产的份额是一模一样的 为了简化啊 他就是1000 不能去冲长头 长头他作为一项资产是按照历史成本去计量的 他又没有发生减值 你怎么能去冲长头呢 历史成本啊 所以中间结算的差额和你最初所确认的那个差额 应该是进入到资本公计里的 资本公计里的 如果是会有对价这块 他也是和后面咱们所学到的这个企业合并 合并材贸报表 他是一样的 讲同控 他出现的情况 他就是比较少 所以呢 你只需要知道 如果是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所涉及到的会有对价 相关的确认 应该执行的是或有事项准则 好 这第一个点你需要掌握的 执行或有事项准则 第二个就是你结算和最初所确认的那个金额之间的差额 不能影响损益 应该是进入到资本公计里 资本公计里 就两个点啊 两个点 同控 好了吧 如果刚才的没截平的同学 你回去再截一下 因为我加的是黑屏 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们返回去了 这第一个 然后再来看第二个 是非同控的 这块呢 是你们需要掌握的重点 非同控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涉及到的或有对价 应该如何去经会计处理呢 还是先看理论 这块的理论呢 是比较繁琐的 但是我在给你们读完之后 我会给你们理出来一条线 你按照这条线去经掌握 然后呢 我们再拿提议来强化 在某些情况下 当企业合并 合同 或者是协议中规定 根据未来一项 或者是多项 或有事项的发生 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 支付额外现金 或者是其他资产等方式 追加合并对价 或者是要求返还之前 已经支付的对价 还是就两方吗 甲和乙 这是原股东 买卖A 如果A公司盈利了 看好啊 甲呢是去买A 原来这个股东是乙 现在乙对A丧控了 如果A公司未来盈利 未来是盈利的 甲这边需要多花钱 甲多花钱 如果要是亏损呢 甲需要去补偿 哎呀错了 甲呢可以收到反例 收到谁给他的反例呢 是以公司给甲公司的反例 对赌的是谁 是A公司的利润 所以对赌 对于你这个购买方来讲 可能是好事 也有可能是坏事 有可能意味着 你要去追加合并对价 多花钱 也有可能呢 是把你之前多花的钱 再给他收回来啊 收回来 如果购买方应当 将合并协议 约定的会有对价 作为企业合并 转移对价的一部分 按照其在购买日的 供应价值 进入到企业合并的成本里 也就是说 对于货有对价这种事 它虽然是属于 未来的一个事项 但是你应该 在购买日这一天 就应该去进行 确认和计量 你要看一下 它是否满足相关资产 或者是负债的确认条件 如果满足了 你就应该去核算 要记住到长头的成本里 这是第一条线 第一个 那么具体来看 如果货有对价 符合金融负债 或者是权益工具的定义的 购买方应当将支付的 货有对价 确认为一项负债或权益 啥意思啊 假和乙 还是那个A 如果A公司未来盈利了 假公司需要再多给乙公司钱 看好 站在假公司这里面 是不是他相当于承担了一项义务呀 未来他要多给钱 这样一项义务 所以假这边 可能会确认为一项负债 那既然你满足了负债的 确认条件 你就应该把它确认为一项负债 此处满足条件确认负债 无需考虑是否达到50%以上 只要金融能够可靠计量 就可以去进行确认 因为在考虑货有对价时呢 已经把概率考虑到其中了 这句话简单了解就行 第二个 如果是符合资产定义 并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的 啥意思呀 刚才咱们说是假要给以前 那假如说你A公司实现不了你承诺的利润呢 你以就要给我假补偿 以要给我假补偿 那这个时候对于我假就有一项收款的权利了 所以假这边 它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 购买方应当按照应当的将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对已支付的合并对价中可收回部分的权利 确认为一项资产 说白了 这两段话告诉你啥呢 就是会有对价 未来可能会形成投资方的资产 也有可能会形成投资方的负债或权益 那就看一下是你给钱还是别人给你钱呗 第三购买日12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经存在的情况 有新的或者是进一步说明需要调整会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 并对原进入到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 其他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会有对价的变化或调整的应当区分情况去经处理 看一下第一个 如果是权益性质的 因为权益是以历史成本去计量 后面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都不予以确认 这叫不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第一点 基本上在考试当中没有出现过 第二个 会有对价如果要是资产或者是负债性质的 并且呢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金融工具 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 不得将其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是不是前面在讲金融工具的时候 就给大家提到过 我说货有对价所形成的资产 它应该是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能指定 这里面又强调了一遍 第三个 如果不属于会计准则规定的金融工具 则应当按照货有事项 等其他相应的准则经会计处理 这么多年 从考试上来看第二点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在企业合并过程当中 如果涉及到货有对价 你应该把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交易性金融负债 来进行会计处理 理论呢说这么多 我知道大家现在脑子里肯定一团浆糊一样 本来会有对价它就比较绕 这个给这个 那个给那个的 所以接下来你需要掌握的哈 把你们的本 把你们的值 把你们笔拿好 我告诉你会有对价这块 给你们理出来几条线 你按照这几条线呢去记 去记 会有对价 一定要分好 是同控下还是非同控下 那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在考试这么多年来看 它一定是非同控重于同控 所以我先写非同控 嗯先写非同控 非同控 又要分成两天 哪两天呢 首先第一天是购买日 正常情况下 我们去买一个股权投资 一定是应该在购买日 把尽可能你应该考虑的事项呢 都考虑在内 所以如果购买日 它满足了相关资产 或负债的确认条件 你就应该在购买日的时候 进行确认 并且呢是按照购买日 该货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进入合并成本里 进入到相关的合并成本里 那么你需要考虑的是啥呢 看看我未来究竟是收款那一方 还是我要多付钱的那一方 所以你的货有对价 你这边会影响到合并成本 就影响到你的长期五元投资 那你贷方呢 或者你的借方 对应的那一方应该是谁呢 那就我看一下 你是收钱方还是 花钱方 如果你具备了一项应收的权利 未来能够收到钱 此时你就应该确认为一项资产 确认为一项资产 如果呢你未来需要去付钱 或者是把你自己的股票再给人家 那么你应该是确认为负债或权益 形成你的权益工具 或者是负债 在核算的时候 那就应该作为权益或负债 在购买日就已经存在的情况 我告诉你在考试的时候 它大就如果要是出现 它也是以课问题的形式考你 因为这一块写分路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明 告诉你这块分路 究竟应该怎么去写 它只是笼统的告诉你 我应该确认为资产 或确认为负债 确认为权益 它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你 应该用哪个科目 所以你不用去深究它 知道一下 在购买日就已经存在的 会有对价应该考虑的事项 会影响到你的合并成本就行 后面咱们会有道题 专门去说它 就是这个就行 客观题你需要掌握 主要掌握的是啥呢 购买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项 购买日后 购买日后呢 你又分了两条线去考虑 第一条线就是这个事呢 是在你购买日后的12个月内发生的 12个月内 光有这一个条件不行 还得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事发生了 是为你购买日已经存在的状况提供 进一步说明 为购买日 已存在 情况 进一步说明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举例子哈 说这个 如果是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话 此时你就可以去调整合并成本 调整合并成本 一旦合并成本变了 你净资产的价值没有变 他有可能会进一步 影响到你 商与的价值 影响到你商与的价值 这是第一种情况 在考试当中 是没有出现过的 如果你偏说 和哪个考点他有联系 我告诉你 他有可能会结合着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可能会考他 但是像计算体 包括主观体 没有考过这一点 在考试当中 最常出现的是谁呢 是我接下来 要给你们写的 可能这个事 是发生在购买日后的 12个月之外 12个月以后 还有可能呢 这个事和你购买日 已经存在的状况 一点都不搭边 它是一个新的情况 比如说 利润的对赌 这俩哈 是货的关系 圈一或者是圈二 当然两个条件都满足也行 新的情况 那此时 我怎么办 我应该是按照 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把它确认为一项 金融资产 或者是金融负债 当然也有可能是权益工具 这是购买日后 12个月以后发生的 或者呢 是和你购买日 所存在的状况 一点都不相干 你可以在旁边标一下 大多数题目当中 都是以利润 作为对赌 的一个条件的 以利润 作为对赌条件 这是从非同控下来看 重点掌握的就是它 最后一个 然后呢 接着再来看 如果要是同控 同控前面就给你们说了 它其实很简单 你就记住 购买日那一天 或者是合并日那一天 它呢 应该执行的是 或有事项准则 按照或有事项准则 进行确认和计量 并且呢 会影响到你们合并成本 可能另外一方 就确认为预计负债了 呗 确认为预计负债 最主要的 要关注一下 结算日那一天 结算日 如果你实际 结算的那个金额 就是你实际上 拿出去的钱 和你当时 所确认的这个金额 是存在差额的 这个差额 是不能动损意的 差额呢 应该是计入到资本攻击 嗯 差额要计入到资本攻击 从考试上来看 一定要重点去掌握 非同控 嗯 非同控 好 这是同控和非同控 他们关于 货有对价的相关会计处理 那接着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就举刚才 如果是购买日后的 12个月内出现的 以及是对购买日已经存在的状况 进一步说明 为啥要去调整合并成本呢 他说的是啥意思 哈 我给你们说一下 比如说 甲公司 和乙公司 购买了A公司 就是甲公司和乙公司 去买卖 买卖的标的呢 是A公司 然后呢 甲公司在购买的时候 甲定是2021年的1月1号 甲从乙的手里 想要买过来A公司股权 80% 形成非同一控制价 企业合并 当时所约定的一个价款 甲去买A的时候 甲定是1000万元 1000万 但是A公司 现在的账面上 是有一项无形资产的 这个无形资产 未来是很有可能成为 A公司 他的一项 特别特别大的 特别特别好的 以及和国家政策 密切挂钩的 这么一项专利 甲定是一项专利 但是呢 甲在去买A的时候 他对于这项专利权 未来究竟能够给企业 带来多大价值 他不确定 这个专利能不能申请下来呢 也不太确定 那甲定 2021年1月1号 是有这么一个事的 确定的成本是1000万 然后现在呢 乙公司说了 我A公司 这可是我的大宝贝 这是我的亲儿子 我现在要把他给卖了 这是属于忍痛割爱 而且呢 我知道他手里 是有一块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专利 未来很有可能会形成 为你这个企业 节约很大的一个成本 那咱得这样去想 如果未来我A公司 这项专利申请成功了 你甲公司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 这个时候你不能让他忘了我这个原来的老父亲 你要干嘛呢 你要再额外的给我500万 看好没 额外再给我500万 那现在假定是在2021年的 10月1号 国庆节的这一天 A公司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 他终于把这项专利申请下来了 申请下来了 也就是原来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资产 现在已经确确实实成为 A公司的一个无形资产了 这个事呢 已经确定下来了 而且你看这个时间 正好是发生在购买日后的12个月之内 1月1号到12月31号中间嘛 12个月之内 而且他是对你购买日 当时存在的状况提供了进一步说明 对不对 这个事在你购买日就已经有了 我现在充分的告诉你 他已经成为你企业的无形资产了 所以此时 看好 他就应该在2021年的10月1号 去调整假去购买A的时候 那个和平成本 最开始你不是确定1000万吗 现在你就在作为1500万去金核算了 然后呢 要去调整商誉的价值 嗯 调整商誉的价值 好了不 行吧 我们先休息8分钟 8分钟之后呢 给你们通过两道题 让你们去看一下 会有对价这会儿 究竟怎么去进行会计处理 给我 好 好 �